陈女士三姐弟是江西人 在杭州打工 弟弟小陈今年23岁 在承西一家电商公司 做在线客服 一个人租住在 渔航五常街道的西西北苑 凌晨时分 无缘无故 收到弟弟的一笔转账 陈女士心里不眠纳闷 就想找弟弟何时 却怎么也找不到人 按理弟弟当天应该去上白班 但没有出现 他没有来上班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有电话联系了 或者的话 微信一直有在发他消息 但他都是关机的 那他最近工作状态怎么样 他最近工作状态的话 没有任何异常 这些情况的话 我都有跟每个团队的成员 都去了解过 包括的话 他跟内部团队成员 也没有说有那种冲突啊 或者说不开心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 不太爱说话的 所以的话 跟别人的话 冲出会基本上就没有 从陈女士 与弟弟的微信聊天记录看 7月2号 陈女士还问弟弟 要不要换工作 弟弟小陈回复 工作还行 之后 就是7月22号这天 陈女士 连播了20几通微信语音 弟弟都没接 打电话也是如此 当天晚上 陈女士赶到弟弟的出租房 还是没有找到人 所以我当天晚上大概9点20到这边 然后联系他房东 然后进来看到里面没有人 东西都是很整齐 很整齐的样子 然后就去报警了 陈女士说 弟弟没带身份证 银行卡等重要物品 常用的背包也放在柜子里 手机充电器还插在墙上 所以他认为 弟弟很有可能不是故意失联 而是出了意外 小区监控显示 7月22号凌晨0点 小陈拿着外卖 回到11楼的出租房 40分钟后 他又下楼了 结合动作和画面看 当时小陈还在刷社交软件 下楼后 小陈骑着电动车 从监控里逐渐走远 一个多小时后 陈女士就收到了 弟弟转来的1658块钱 他那数字含义1658 那没事谁给你转这个钱呢 我转1600也可以 因为很多人转这样的话 他是不需要输入密码的 直接就指纹识别一下就好了 然后这个数字又很奇怪 如果说他没有这笔钱 没有这么多钱的话 他可以随便转个数字给我 但是他刚好就转了个1658 就翻译成就是快9558的意思 就快95 对啊 是不是你这么听起来 然后中间 中间12点40到2点 2点24分的话 中间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觉得很可能是 已经发生什么事情了 目前陈女士 已经向杭州渔航 武昌派出所报案 这是陈女士弟弟的照片 如果有知情人士 可以联系我们 提供线索 腰宝红简 记者报道